歡迎收聽安波速球快訊 英超聯的第13輪賽事 阿士東維拉在客場以2比1逆轉熱刺 全取3分勝上英超聯賽榜第4位 英國媒體《每日電訊報》發文表示 維拉主帥艾瑪利是2023年英超中最佳主帥 他在阿士東維拉創作了奇蹟 《每日電訊報》認為 各大足球獎項應該關注艾瑪利 因為他是2023年最佳主帥 雖然哥迪奧娜在曼城贏得上賽季的三冠王 不過艾瑪利在維拉的工作是不可思議的 連同對鎮熱刺的勝仗 在2023年至今 阿士東維拉已經取得了22場的英超勝利 雖然今年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但是維拉已經取得了他們歷史上 在一年裡贏得最多英超賽事的紀錄 他們對上一次在一年內 在定級聯賽取得22場勝利 已經要數到1980年 另外 今次也是維拉自2009年12月以來 第一次在一個賽季至少13輪英超過後 仍然排在聯賽榜的頭四位 目前 英超經過13輪賽事過後 阿士東維拉只是落後榜首的阿仙奴兩分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